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柴銀 今天請到華信頭顧邱鼎太邱老師 老師好 柴銀你好 全國投資人大家好 老師我們之前前陣子一直在聊的 那個業內主力超盤手法 對 其實觀眾朋友都很想知道 我們今天真的是大放鬆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今年已經強調是業內主力盤 那是今年一個最重要特色 這有時候啊 那東西賭到才有話就說 真的 因為有的話也不好講 那這個我大概 因為你慢慢體會到我所講的 包括我們跟大家講的美食啊 什麼的 他都是這個市場上很重要 那我之所以要跟你講說 這個時間點到了 我們要學習 但是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我也跟柴銀講過 其實這個東西講三天啊 都講不完 但是我們財經急診室有這個決心 我們可以分一級兩級 甚至五級十級二十級啊 慢慢把它講完 我常常在這裡出現 往上這邊出現啦 那一定要 你要掌握一些要訣 那我們就 因為這裡面有他的漸進式的 包括盤中的操板法 包括主力的吃貨 甩轎啦 出貨啦 對不對 你有沒有聽過主力的插花跟什麼 對座 沒有 對座插花還經常聽到 對 這個慢慢來 投資朋友 我希望你能夠把我們 比如說我們財經急診 看著這一段過程當中 我們是一起學習 學習 當然我們也會穿插一些 這個股市怎麼分辨 我們慢慢 但是我會交代起來 你說這個要先寫第一級 對 接下來我們也很有機會 我們會在一段時間裡面 慢慢把這些交完 那你把它 最好你把它 這個留下來存檔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還是先看國際股市 那斯達克有沒有跌 沒跌 沒有跌嘛 所以 而且今天晚上搞不定就創新高了 昨天就差一點快要創新高了 請問在這個架構當中的話 你要做多還做空 這個只要沒有跌 他主力的棒力 就不會放著不管 這樣每一年的股東會 除權除息行情 他照樣給你加空 好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檔 好 這個創業盤指數有沒有看到 昨天創新高 今天也沒跌到 創業盤指數 你看彩因那個有沒有 你看創業盤指數 一個月一個多月 對呀 漲了45% 真的 氣伏很大 那是指數哦 那個股有的是天天 飄風漲停哦 對不對 除了45%的指數的話 你可能沒有聽懂哦 假如我們台北股市 現在是1萬點 一個月 一個月漲4成 是一個月漲的 4000點 4000點 就是說你現在1萬點 一個月之後變1萬4000點 你說漲得有沒有過火 當然有過火 所以要稍微壓抑一下 中國大陸的官方也很在意 因為漲太多 有會傷到股民啊 還有這個怕傷到股民 第二個呢 真的大咖想要進場找不到時機啊 對 你們都會講說拉回早買點 那大咖也是這樣子啊 拉不回來 對 你要讓他拉回 讓他進場去介入 好 那看一下這個 這個深圳城市 再來看 漲得最兇的 創業盤指數 這深圳城市剛才嘛 這個也是這一個月才 2月份過完年才開始拉的 這也是漲了一大波了 上陣還沒過高點 深圳過高點 創業盤指數早就飆過高點 這樣看它 好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這讓你知道說 大方向是ok的 我們來看 夜店主義操盤法的特色 第一個來看一下 來 這個我們最早提到 它要搭配剪支筆 中小型股一定是的 因為這個叫做韓國瑜效應 你看那個香腸瀑布啊 農民起來 對 這個小咖的啊 小主力啊 農民起來起異了 對 那這一些都是我們跟大家講的 所以我們先講第一個慣性時間波 來 我們跟大家看 你看 每年的波段是5月到9月 這個所謂什麼慣性時間波 如果漲上來 5月到9月啊 你看5月6月7月 到最後9月那一個月啊 是來到這個5月到9月 這個段的最高點 對不對 那就是多頭慣性 為什麼呢 大家要了解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五窮六絕 你已經聽過 五窮什麼叫五窮六絕呢 就是股市的老 這個股民都知道 五窮六絕就是說 什麼叫五窮六絕 是5月份開始啊 就進入了淡季 產業的淡季 所以五窮六絕7上下 對的很窮 五窮六絕 就是說淡季 那淡季的話股市還漲上來 那不是多頭那是什麼 對啊 這就是這個觀念 所以這是美國 華爾街交易員年間 我把它定位到5月9月 那美國的這個交易員年間 是4月到8月 那為什麼晚一個月 就台灣的特色啊 我們一定是慢半拍 傳統 我們一定是慢半拍嘛 蘋果要漲上來才有瓶蓋股啊 所以我們一定是慢半拍 晚一點點 對不對 我們不可能領先蘋果嘛 不是不是時差 因為他一定要看他漲上來 我們才會動啊 這樣都通常 好我們最近要講 這盤中慣性時間波 11點到11點半到12點半 那我再講一遍 他拉上來 就是多頭慣性 他在12點半 那個附近的位置 有沒有來到今天高點 註定尾盤1點半 是要收到最高點的 準不準 我們不用講 就講今天的收盤 麻煩看我們這個圖表 好看到圖表 來彩音有沒有看到 我底下有寫11點半有沒有 那個圈圈就是11點半的位置 12點半是不是比前面更高 對有沒有 是不是今天的高點 有沒有 加錢這個 他漲上來就是多頭慣性 只要這段時間 11點半12點半漲上來 就多頭慣性 如果在12點半 收在今天的高點有沒有 尾盤注定要收 尾盤就是收高 對你看是不是 今天尾盤是不是剛好收最高 對 這個準確度啊 股市沒有百分之百 我們股市講的統計 其實要統計學對不對 所以這個準確度有接近9成 請問這樣好不好玩 好玩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如果是空頭慣性去顛倒 11點半到12點半是拉回的 12點半來到今天的低點 對不對 他一定會有一個這樣 12點半到高高點 他一定會稍微拉回 然後尾盤就拉上去了 1點過後就拉上去了 那如果空頭顛倒下來有沒有 他在12點半到今天最低 他會彈上來 再收最低 這個全市場啊 沒有人跟你們講這個 我跟你講不要說個股 你想要尾盤 你想要去買股票 你可以利用那個11點半 12點半過高點 拉回去買他賭明天 合不合理 合理 你如果今天早上做期貨指數好不好 對 假設你今天是放空單有沒有 他在11點半 12點半來到今天高點 你一定要認了 要趁他盤中拉回 12點半他不是一個小拉回 趕快回補掉 你省了尾盤 輸了二三十點給衰 好不好用 好用啊 準確度很高 這招真的蠻厲害的 我跟你講 我今天跟你講了之後 有九成的機率 你是贏家 統計資料 我現在跟蔡林說 你不要去買大樂透 中1億 有五成的機會你買不買 半夜就有人在排隊了 是不是 這個有九成機率的話你不做 但是這裡面還有小細節要修飾 萬一啊 12點半沒有來到今天高點呢 但是屬於多頭慣性會收平高 平高就在12點半附近的高點 就打平 對 12點半但是還是多頭慣性 但是今天是最好講 12點半那個位置剛好比前面高 這樣懂意思嗎 對 記住拜託拜託 這樣我十幾年的功力沒有人跟你講 因為如果你有做期貨的話 這是最好用的 真的 你如果做空不小心的話 反正你做期貨大 做期貨都是做很短嘛 當天就要充掉了對不對 那你就在那個 那收最高那幾個字有沒有 那附近趕快補掉 可是如果你是做多單有沒有 你放到最後一筆單再出 你還賣到最高點 對啊 這樣合不合理 你看賺錢的方法 真的 所以我們叫做業內主力超盤大公開 對不對 我們再講一遍啊 那如果業內主力啊 如果業內主力要買股票 是不是怎麼樣 是不是在最後再買上去 他賭的 他賭什麼賭明天拉高啊 因為今天會收最高嘛 這樣懂意思嗎 你就在十二點半 那過高拉回來 趕快買股票 讓他收最高啊 對不對 你先賺一波明天開盤 要賣再賣啊 對 這樣對不對 好 來 我們再把這個食物再放大 好 然後唸給你聽 十二點半不進來 那當成最高點 那則為 這個書是20年前寫的 現在還有賣嗎 現在已經絕版了 絕版了 20年前的到現在都很好用 對 那收平高 這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解釋 然後空投與多投剛好相反 那以上盤子 對盤中個股切入和期貨值 操作相當重要 多的時間慣性 不斷的被空投改變 在5到8天之後反轉為空 就是說我們再回到那個圖表 剛才那個圖表 如果你每天 現在這個行情在空投方面 你每天盤中就這樣拉上來 這樣拉上來 也許沒有收最高 都是一維持在空 多投慣性 比方說有人在那邊吃貨 偷吃喔 偷吃貨 過幾天5到8天之後 就反轉為多了 因為一直沒有機會跟大家講這個 好啦 那今天我們要多少時間 還有一分鐘 沒有關係 我們分100集來講 你都覺得可以接受 希望大家不要看 我們現在看下一個主題 下一個主題 對不對 對 業內主題操作的慣性 業內主題操作都有習慣性 或技術面的慣性 或盤中時間波的慣性 他每次要 你看主題 譬如說最近的民基財 或者說美食有沒有 他就在那個位置給你買 他們都有一個時段 對 因為他看到12點半 然後高點的話 他就開始吃貨 他就開始吃貨 你知道尾盤要收最高 那12點半過高 拉回那一段有沒有 他就開始吃貨 當然吃貨我們將來會跟大家講 我們把這一段講完 抱歉 我沒那麼多時間 但是我跟你說 我有這個心 你有這個心 你就實定鎖定我們 我們一集一集講 講50集講完了 也是你的收穫 對 這樣懂的意思嗎 因為東西很多 這個市場上也只有我講的出來 市場講50集之後 這個還是可以用 我20年前寫到現在 現在都能夠用了 對不對 我們一個禮拜有3到4天在這邊 對不對 你一個禮拜就看4集了 因為裡面東西還很精彩 我們先把這文字講完 好再放大 盤中時間不管關鍵 開盤怎麼開 收盤怎麼收 家老會跟你講 什麼叫吃貨洗盤甩教到未來 多少他有個人的色彩 還有你要留意什麼 主力建商進出表 然後融位貫通 什麼叫主力建商進出表 如果投資表 因為有些主力的 我首先跟大家講 什麼叫永康哥 永和康和證券 有一個大咖一直在那邊玩 我以為是抓永康的哥哥 永和康和證券 他叫主力建商 主力建商 他有一些買盤在那邊 你看他建築 當然他會買給你看 他出貨不會在那邊出 因為他出貨你就知道了 他會買給你看 然後偷偷出 對 那虎尾邦有沒有聽過 台灣很有名的虎尾邦 他在哪個地方 建商他都固定的 因為他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他沒有讓你 讓你不讓你跟的話 東西是漲不上來的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要去留意這一些 還有他怎麼做收盤價 怎麼做開盤價 是 我相信投資本 你都聽過什麼叫開盤八法 有沒有 那開盤八法怎麼斷 這個我們將要陸續跟大家講 今天時間有限 很期待 你慢慢把這些融券貫通 今天最主要第一個任務 來馬上再我們看到上一個圖表 上一個圖表 你今天要把這一個 這一個有沒有 這個多頭慣性 你先把它背起來 然後再把剛才那個畫面 那個價錢 你記住這一個畫面 記住這一個畫面 你就會懂很多了 我們今天先跟大家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感謝邱老師精采的分析 如果想知道更多 關於這個業內主力盤的操作手法 鎖定我們 我們一起一起講 我們一集一集的跟大家公開 這個操作秘密 對 只要你們知道而已 不要隨便跟人家講 下次要記得收看我們財經檢視 拜拜 OK 拜拜